这大城市就是好啊 这女人都露着大腿 老子七个姨太太 一个大学生都没有 天理公道 老猪来学校物色他的八姨太 由于七个老婆一个男仔也没下 他要再娶一个大屁股好生养的女学生 此时学校正在进行女篮比赛 腿控老猪被玉腿放花了眼 根据近些年对腿型的身有研究 他很快锁定了一款超模腿 老猪心想这腿他下辈子都会念念不忘 十箱丝袜都不够似的 那个命丸子叫什么 第五号 老师说这是我们篮球队对花小周 一双有力大长腿总是能蹦起三米扣篮 老猪听得心花怒放 心想还是自己会演十人挑选到最好的 感觉到学校的篮球颜色不对 老猪当即就要送给小周一份见面了 来人呢 去买十个球 染成篮的送给他们 老猪借着颁奖排与小周搭话 一开口便问你有婆家了吗 小周看到老猪色咪咪的眼神反感不已 在男人上手摸了他头发后直接开溜 老猪在放学后与小周制造偶遇 想邀请小周回家喝杯茶 他说我家里有个外部朋友迪克 想要跟你探讨一下长腿扣篮 小周说你这年纪都能做我赢了 你朋友迪克定然是雄风威琐 怎么能承受扣篮这种激烈运动 小周把腿变跑 老猪只当这是女人欲情故纵的小把戏 一脸猥琐色侧马前追 他将小周一把捞上马被带回了家 小周面对人高马大的老猪毫无办法 对着老猪又咬又打 老猪被咬得越来越兴奋 好烈的女子 怎么着 再来一口 你到底要干什么 老猪说你想出这个门只有两个途径 一是当我的八一胎 二是当我的八一胎 小周却说她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赶娶她就等着瞧好了 好烈心的女子 老猪喜欢 老猪转眼便将全府挂满了红灯笼 这就要娶小周过门 结果变故丛生 就在叩头败首入洞房之时 老猪作为将军 突然接到上级让她紧急出兵的命令 可刚娶的媳妇还在房里 老猪不甘心就这样撇下洞房上战场 于是在紧急出兵的短暂时间中 她倒腾出十分钟来到新房 哎呀 真好看